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各位myradio的觀眾聽眾你們好 好 首先恭喜發財 新春大吉 猴年最重要就是大鬧天宮 即是大鬧立法會 要大鬧立法會必須要身體健康 身臟力健 人強馬裝 才可以武運槍龍 多謝 大家好 我是盧斯達 希望大家今年猴年金銀本屋 因為金銀本屋才可以持久地抗爭 持久地營運這個台 所以都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以及恭祝大家 恭喜發財 不會受到很重要的 恭喜發財 因為不會受到枝爆的影響 大家繼續有公開 以及香港的祖人從光 恭喜發財 大家好 我是香港孤兒的 Tiffany 我是阿成 我祝大家金銀本屋 我祝大家恭喜發財 成功是福 還有喜喜一樣東西 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 各位聽眾新年快樂 我是合作為式的廖蘭 祝大家身體健康 因為我們抗爭一定要有良好的體魄 後年希望香港的國運亨昌 大家武運興奴 祝大家恭喜發財 也是新春意快 大家好 我們是鐘樓旗入 我是袁紹 我是Alan 我袁紹祝大家喜喜樣樣 我祝大家恭喜發財 多謝多謝 新年快樂 拍攝情報室 在猴年底線和大家見面 恭喜大家 猴年 大家猴年 開開心心 猴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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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幾圖身錯出來的 我祝大家猴年多看好戲 猴年多看好戲 金正火眼 金正火眼 體清了這個世界 是吧 有感而發 是吧 夜晚刻的 小心夜晚 廢話少說 今天猴年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這個已經是直播 有些東西要嚇吓大家 前面有三個影碟 是吧 是 這三個影碟 這套戲你看過沒有 很久了 這部戲是 嘩 刀答佩斯之戀 是吧 呃 應該剛剛都 有十年了 這麼短時間 就不能說很久了 十年很短時間 那時候這部是經典戲的 這是奧斯卡來的 這部 是間外語片 是吧 生青頭就不要說這部戲 什麼內容 哈哈 總之就好戲了 總之就報答佩斯 有戀情 是啊 總之你不要理 你如果懂課 聽到這個節目 我相信不用介紹這首歌 Gloom Me Sunday Billy Holiday唱而已 內容我們不說 因為生青頭 免費事 這部戲是好戲 好戲 好戲 那就名謝阿Ray 是 我們的朋友 是 罰航公司的老友 是 是 其實給了我很久 不過總之 我自己又不知為何忘了 但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 要得翻出來 其實這個節目 都陸續有影碟送給大家 是 不是這樣送的 原因是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 有掌問答遊戲 最先 答到的答案 給準確答案的三位觀眾 就可以拿到這三個 一人一隻 一人一隻 至於那個問題 我就會在節目的尾部問 當然我在節目期間 我就會說 大家要 留心點聽 我們說什麼 原來裡面有秘料 是啊 我很快就講講 今天講這個題目 就是 The Big Shot 就是 孤注一閘 這套戲很奇怪 因為今天我們會用兩個小時去講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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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電影提名 我覺得 不是排第三 就是第二 很難說 因為這個片中的內容 就是類型 我覺得 他不少有些輸蝕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這個片中的內容 事實上 不是所有人都 不是主流 不是所有人都剛剛看 因為有些人會看 不知道你說什麼 會的 他不知道說什麼 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譬如 他裡面有很多 很深度的 講一個世界 尤其是 一個商業運作 等等 那些很深入的東西 那裏 城市人就應該喜歡看 這個我覺得是 你以為有看電影 不是城市人 其實大部分 很多朋友看電影 純粹是娛樂 娛樂是機有兩種的 一是你可以開了你的腦袋 接收一些知性娛樂 那你就不要抗拒 有很多朋友 只是想娛樂 娛樂也叫觀感娛樂 觀感娛樂 你會看到這部電影 可能略嫌會深了 觀感娛樂 如果你需要看AV就可以了 首先 名謝 書本身是page1 書店提供的 多謝 那我就看完了 你聽不懂我看 因為這個作者 之前Moneyball也是很棒 Moneyball我特地借回來了 有中文版有英文版 這個作者 第二節我們會介紹一點點 我也不敢認我是 為何輸多了 你也有 七年來就不要弄那麼多人 一隻嘴 這些純粹 因為網台有哪個空間給大家 你說如果在主流的電台 或電視台 哪裏容許你花兩個小時 去講一部電影 會是的 譬如你會看這些電影 它本身已經有一個 原本的小說在那裡打底 你會知道它的價值更加大 本身小說已經很出現 這個不是小說 這個是真人真事 即是有些報道性的 是真事的 Fiction 報道文學 你可以這樣說 它那個寫法本身有些近似文學的手法 但裡面是真人真事 你說是否傳 即是說 那個作者很真實地反映到整個情況 我不敢說 但起碼一件事就是 這是一個報道 你當是新聞報道也可以 這些文學 就是相當之厲害 就是它有時會將一件事 即是用一個透視角度 深入展出 變成小說 即是電影更加重要 就是將它改編 變成了戲劇 讓你容易閱讀 我們以前在很懶的時候 讀中學 那些什麼英國文學 即是看電影 即是看電影 先看電影 有一個概括的了解 然後再由文學 但你往往是發覺文學是S 正一點 即是起碼你二級收一點 但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紀錄今晚很值得 大家聽聽紀錄是怎樣的 因為這個戲的改編 即是你說的書 它怎麼改編成電影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正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今晚會拿這麼長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 但我說不到 你是看這本書 我知道 即是我給了那個內容 那你就講你自己看法 我找些可能對比到的 OK 但我首先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 我覺得要花這麼長時間 講這本書 和電影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 現在大家在講 這個 沽空人民幣 或者所謂支爆 就是支那經濟爆破 當然這個用語 本身是有些政治不正確 但現在這個就很普遍 有些人對 所謂中國經濟的看法來的 不過未定性的 未定性的 未定性的 支那這件事可圈可點 原來 如果在這本書裏面 有一個人物提到的話 其實是有份參與沽空人民幣的 但是你看過電影就沒有的 你看過電影就沒有 略了這一段 這個沒有可能 這個很容易理解 因為一本270頁的書 你說要全部放進電影裡 其實基本上兩個小時或三小時都不夠 所以裡面有很多東西就沒有說 但是在這本書的105頁面 就提到這一位人兄 就當年有份是沽空這個 即是去沽空這個 即是去沽空這個 美國的刺激按揭債券 這個人的名字叫Kyle Bass 他當時有一個公司 就叫Hayman Capital Hayman Capital 我最近看了這部電影之後 我看回整個 羅浪去脈 羅浪去脈的時候 原來我發現這個人 在近來高調地沽空人民幣 其實就不只是索羅斯 大家現在不要單靠新華社的報道 一大群美國的Hedge Fund 所謂對沖基金的公司 都有做這件事 很特別地 因為我看過書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人名我這麼熟 就去書裡面沒怎麼說 原來他最近沽空人民幣 所以這個令我觸發什麼呢 我看過電影的時候 給我很多聯想 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聯想 也都導致我今天去講這個題材的原因 就是因為 咦 這部電影裡面的題材 可不可以將來 到那個時候 拍一個就是 以中國為背景的電影呢 肯定可以啦 因為當時 這部電影香港還沒公映的時候 剛剛很骯髒的 那個叫做熔斷 即是熔斷機制 機制出現的時候 很多人都馬上提起這本書 以及電影 都說 他裡面 如果在他們那些 基金界 裡面 就全部 對這件事 就覺得 這個題材 真的可以 給你做一個 隻鏡 但我想 趁這個機會 又問一下記圖 其實在美國 他拍這個題材 雖然不是多 但也有幾個經典 有華爾街 有華爾街 有華爾街狼人 不是華爾街狼人 有Margin Call 還有 Margin 風雲 我忘記還有哪一兩部 但是 這部 The Big Shot 算是經典 但好像中國拍這題材 絕無僅有 又不算是 但反而香港也有 香港也有 大時代 有拍《沽空》 《沽空棋子》 這個 The Big Shot 其實是大沽空 那你 首先你怎樣解釋 這個分別 他 第一 如果大陸 我們想起的時候 做過資料 其實也是香港人上去拍過 劉青雲 有做的 古風 是的 那個女主角 是誰 是不是潘雄 潘雄 有一個人都知道 其實上海始終 大家都會預測到 或者香港人都會明白 如果它經濟開放 上海是一個 像一個 舊上海的去法 它裡面就會變成 一個 好像發展到現在的 上海的地步 但是香港呢 香港一直都有 搬上去電影裡面 都是近期的 你可以說 最早始終都是 葦家輝電視劇的厲害 找到個人的 到現在都是 沒有人能夠 超越 近期 如果說電影 其實都跟葦家輝有份 就是李奪明甘 而且 還有 跟著張文強的那部 《薛定風雲》第一集 但是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這個題材本身 我很相信 現在在中華民共和國內 發生的事情 一定是比這個更加 更加傳奇 他那個叫傳奇 不是叫傳奇 更加 更加 古怪 因為這個 你講回 我想起 一部就是 David Curranberg 那部 那部 就是 裏面 都是 一些財經界的經典故事 改編 但是 它就是 一個叫做 新千禧改編 他就把 那個裏面 以前叫Yen 其實是一種 抽象的 一個貨幣 但是 在電影裏面 很直接說 是人民幣 因為 他都已經在那裏 你可以說 其實看電影 很有趣 就是 裏面 你都說 棄一場 大家不要這麼認真 不過 裏面 如果你用一種 假作真時真逆假去看 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裏面 有很多先機 就放在那裏 但是我覺得 即使說 比如說香港 其實這個題材 是很適而拍 但是很奇怪的 就一直都拍得少 但我不要說 那麼近 比如說 七三年股災 它後面 當年 發生的事情 也是很戲劇化的 是啊 你說得很好 尤其是 很關鍵 因為香港始終 在亞洲裏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貿易城市 這個 當它每次開市裏面 都很關鍵 即是很多 很有戲劇性的 這些題材 其實是可以拍的 比如當年 突然間 你不知道 李復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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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停了股市四天 那些人 李復兆基 李復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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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你說李復兆 差很遠 李復兆 那些其實是很劇情的 李復兆 其實這個 講真的 因為我們 你可以說 我自己說 就是我的理解 因為我覺得 始終我們寫劇本的時候 創作的時候 是有一種戰戰兢兢的 對主流片裏面的掌握 其實有種擔心主流觀眾 其實現在都遇到是 主流觀眾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進入這件事 因為你一講到這裡 我突然馬上升起 就是當時 即是那個股災 美國股災的時候 就已經在之前那時候 已經有一些 即是基金界 銀行界的那些朋友 都告訴他 他說 你不要忽略那部戲 有一部戲 不是說股票 不過 就是 裡面 是動息先機 暗示了一個人 那部什麼戲 海神號 重拍海神號 遇險記的海神號 他說 基本上 大家去看的時候 那些銀行界看到 已經在暗示 有一個股災會出現 用一個海難來 比喻股災 那些銀行家 解釋給我聽 那些銀行家 解釋給我聽 那些銀行家 解釋給我聽 那些銀行家 唯一可以幫到你逃出新天的 不是政府人員 不是那個船長 不是市長 所有的 那些 那些叫做政界人士 都是騙你的 不是精英 騙你的 講到明 那些人聽完之後 就是騙你的 真真正正 跟你一起走 要避開這個難的 那些就是電影裏面所說的 所謂的 賭徒 就是男主角 其實我這個想法 就是說要拍一部 在中國發生的 The Big Shot 我以為只有我想 其實就不是 因為我看到 另外一個報紙 日本時報 Japan Times 他簡直是用這個標題 The Big Shot in China 當然我以為 那段新聞說 有一個劇本 其實他說不是 他說 The Big Shot 這個故事 現在正在中國發生 正正正正正正正 因為已經是 上個月之前 我都看了 有好幾篇 很精緻的分析 我想 也不是很熟悉 也沒有漸低 但是 我覺得他所說的 他都引申了這部電影 來講 你用這個電影裡面所說的 裡面的情節 對比 他說對比 大家明白了 不用說這麼多 或者 你一說 穿了 又不是那麼好 你們會意會到 其實大家都在講 這件事 這是第一個 為何要選擇這個題材 第二 原因是 其實你看這本書 要跟上一次 《神秘之夜》 這個《封果新聞線》 一起看 是back to back 因為《封果新聞線》 《封果新聞線》 如果沒有聽過一集 我簡單說 就是 《封果新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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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染污 以前你以為有七成被染污 現在港美町有99%被染污 但他要告訴你 只有一%留在那裡 你就一定要爭取那一% 你只能解決整個社會的病態問題 不是自己的問題 是社會的病態問題 這個簡直是美國社會的大問題 但剛才幾圖哥說得很對 就是為何會有《封國新聞線》 或者《顧著一閘》這些片 其實後面是涉及製作人員的心態 因為如果你有看《封國新聞線》 其實最後看到那個主角 Jeremy Rayner 就是那個男主角 《封國新聞線》 演員有份做監製 這套表演亦如是 就是Brad Pitt監製 而且Brad Pitt因為這部片是獲獎的 不是獲了演員獎 而是獲了監製獎 這是告訴大家 荷里活無論如何批評他 他有部份的製作人員 電影工作人員 他有心理的 他有社會的所謂承擔 這跟香港除了幾圖之外的電影工作者 是完全不同的 其實不是我 以前一直以來 因為我們的電影 故事 叫做演義的 什麼叫做演義呢 就是演出異人的眼光 這是演義 電影 故事 最關鍵的東西 不是告訴大家 是因為擁護邪惡 不是這樣的 起碼有一點正義感 其實我們去到我那一代 我們哥哥那一代 也有不少拍一些異氣電影 我們都是撐住撐住的 我們怕接著就不行了 沒有了 那現在你來香港的這類的 他又不是那麼灰的 不過我覺得你會看到 荷里活片 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近來那時候一數 你剛才說的幾個 我數了兩部 一部都是做了 叫做激蕩真相 那一部是很棒的 Will Smith 做的那一部 就是說原來的新聞被封鎖 是為了自己的一種叫做美國精神 國家精神竟然罔顧一種叫做 大家都查得到一種叫做 出現的一種叫做醫學上的問題 接著就另外一部 Sportlake Sportlake 我懷疑 台長你都會開多一個節目來講的 所以不用說那麼多 如果我比較來講 那部戲製作不是太難 但是那部我上年是最佳的 但是你可以解釋一件事 就是在荷里活的部份製作人員來講 就覺得這個所謂社會責任和市場是沒有衝突的 你可以拍一部有社會良心 想講真相 想講彰顯正義的東西 而不損害 是不會說沒有人看 他甚至是這樣 因為我記得之前 那個叫做伊拉克戰爭那時期 就有一部戲 其實那部基本上是一些戰爭片 就是無故被封鎖了 叫他不要這麼早做 你遲些做 因為他講伊拉克的東西就不是那麼好的 引發到胡麗士翠寶、Tom Cruz、羅伯烈福 《Line for Lams》 對 做了《Line for Lams》 立即就抱這個導演 他覺得如果因為這樣的題材 你都會用這些手段來封鎖的時候 他說美國不能夠了 美國現在做電影的人唯一有的能力 就是自己拿錢 怎麼都拍 最重要的是這種所謂 他們所說的 我們共用的語言叫做公義 其實我們以中國來說 這叫做演義 其實都是不可決的 其實是一個戲裡面 那你就會問這部戲有什麼編撻呢 其實除了剛才我們說的 華爾街基本上是一個騙子集群之外 還說的一件很有趣的 其實他是一個蠢人 就是又壞又蠢 這就比張雲鋒和小線多樣的 張雲鋒和小線的關係很壞 不過還不是說他蠢 這本書跟阿希說的 其實這幫人是很蠢的 他這個可以說是一種叫做 如果你用中國來說 萬子分開人有25種 這種叫做雙人腦袋 雙人腦袋就比市人或樹民低一級 比普通樹民是普通人 都低一級 為什麼呢 他們只是往錢看 當你往錢看那裏 你全看歪掉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一些關鍵的東西 即是財、名、利 裡面你只是權力 你只是往這些看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一個雙人的頭腦 你會看東西就會側去一邊 你不是一個樹民的頭腦 這個我們找回以前古人裡面的解讀 他都說了給你聽 你如何建立你的見識 你的見識就是你的眼光 但是華爾街的大樂是號稱精英 他收的回報也是精英的回報 但是是不是真實來的 他說洞察天璣的那個人是毒眼龍 男主角 正正今晚要說 因為如果你沒有看過原著的話 你對戲裡面這位男主角有一點誤解 即是Christian Bell 不過就不在第二節說 是在第三節說 這個時候 這個我想知道 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人物的節契 如果說戲劇 如果是假的話 紀圖不愧是編劇 因為紀圖沒有看過原著的話 但是他這個觸覺 其實如果你看過原著這本書的時候 你會覺得 只是這個人本身已經可以寫一個故事 真是 那是什麼故事呢 就是要聽完第二節 回到第三節我就會說 那一會兒再回來第二節 好了